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推介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政策 确保大马保持竞争力 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新闻一开始 来关注国内的疫情 我国今天新增6,988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同时再有84人染疫病序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5,254起 雪兰儿依然是全国最多新增病例的周数 今天新增2,885起确诊病例 另外 今天有5,580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到68万8,260人 目前我国还有65,453起活跃病例 917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445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Datouzui Ismail Sabri宣布 雪龙48个地区从7位3号到16号落实强管令 标准作业程式显示 晚上8点之后 涉及地区的所有民众 不能在住家外范围移动 除非紧急情况或获得警犯的允许 科医部长凯利指出 政府已经批准在全国设例27间 企业冠病疫苗接种中心 以便为建筑、交通、制造业 以及种植及原产业领域的员工 接种疫苗 凯利指出这是全国关闭免疫协调 特工队通过政府推行的 公司合作工业免疫计划之一 也就是将建筑业领域的员工 纳入优先接种的行列 我们在四个市场的区域 我们相信这些区域 是一部分的区域 从区域的区域 在区域的区域 将能采购拥抗疫苗 我们正在承受了承受 承受的区域 从区域的区域 尺域的区域 也有区域的区域 区域 区域的区域 我们可能会开始 到区域 27间企业关闭疫苗接种中心将分布全国 包括雪兰儿 五间 冰城 四间 吉隆坡和登加楼各三间 柔佛 森美兰 马六甲以及彭亨各两间 沙巴 霹雳 吉打吉布城各一间 同时补充 关闭疫苗特别供应委员会首阶段 将供应8万斤疫苗给4万名建筑工人 那么建筑工业发展局的疫苗接种中心首三天实验新进行 每天接种500剂 之后第四天才增加到1300剂 另外 开立宣布 阿斯利康疫苗2剂接种相隔的时间 将从原本的12个星期缩短到9个星期 因此 所有在今年5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士 很快就会收到第二剂疫苗接种的预约通知 而针对是否让大马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接种疫苗的事宜 科医部长开立指出 他与卫生部长德须阿达巴勃 已经有决定会在明天做出有关的宣布 开立指出 目前还有一些计数问题正在更新中 当局会在明天发出联合文告公布讨论结果 出请媒体耐性等候 早前有报道指出 辉瑞疫苗会带来心肌炎等副作用 尤其是对男性青少年 因此 政府重新考虑提前为青少年接种疫苗的决定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开立今天为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政策主持线上推荐一事 他强调这项政策能够缺乏马来西亚保持竞争力 开立说 第四次工业革命政策下 政府确认了五项主要的核心技术 也就是人工智能 互联网 区块链和分类账技术 先进材料 以及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 这些技术都有助于人类进行规划 执行和决策 Selain itu Malaysia juga kini menggunakan teknologi blockchain iaitu Vaksin Management System atau VMS bagi membantu proses jejak dan kesan Vaksin COVID-19 daripada pengeluar sehingga penerima Vaksin di bawah pelaksanaan program imunisasi COVID-19 kebangsaan VMS juga akan menerbitkan sijil Vaksinasi Digital yang mematuhi garis pandua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taupun WHO bagi memudahkan pergerakan rentas negeri serta perjalanan keluar dan masuk sempadan negara Kylie补充 为了确保技术发展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推动力 该部正在制定多项科技政策和路线图 包括电器和电子 疫苗 区块链 纳米技术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技术发展路线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的德西穆萨巴指出 实行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目标 是让大马的幸福指数在2030年上升到136.5 并让我国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20名 实现高收入国家的地位 穆萨巴指出 有关的政策针对三个主要的群体 也就是社会 企业和政府的四个核心政策 为公民提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这四项核心政策将指导各部门和机构 制定于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计划 并根据已经确定了16项策略 32项国家倡议和60项领域举措进行实施 同时指出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需要灵活应对科技变化 以便在新常态之下促进国家发展 2020年的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 今天放榜 一共有741名考生 考获4.0总平均积分 比2019年的802人略微逊色 尽管如此 全国的总平均积分却略有进步 从2019年的2.77分增加到2020年的2.78分 大马考试委员会委员 Latou Wahid Razali 指出 从考生整体成绩而言 2020年STPM考生的表现 依然被视为和2019年的STPM考生一样 因为进步幅度相当小 他也说3.09以上总平均积分的考生 从去年的33.45%提升到33.69% Wahid Razali提及 一共有44704人报考2020年STPM 但只有42,983人应考 当中42,809人来自政府学校 私人学校有95人 私人报考65人 14人来自州政府学校 他说全科及格率则叫2019年退步 2020年全科及格率达到72.97% 2019年报73.67% 他透露考生即日期可以透过官网 或通过手机短讯查询成绩 文凭也会在两个月内发出 文凭也会在两个月内发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内八大理发与美发协会 今天召开线上发布会 苏勤政府允许理发业 在本月初恢复运作 以协助全国约75,000名理发业者 渡过难关 同时指出 无止境的封锁 已经蒙受超过50亿令吉的亏损 画面中可以看见 协会各代表纷纷在发布会上 指着我们无法生存 我们需要工作 求生计 请帮助我们生存等求助卡 向政府反映他们目前迫切的处境 但把美发协会主席 附近祥指出 理发店和发廊 在不能营业的情况下 依然需要缴纳资金 支付员工的薪水 以及其他的开销 以及难以应付所面临的困境 和其他的业务 同时还说 理发行业属于服务领域 不能将运作模式转到线上 不能开门营业 就没有收入 他补充 理发业自去年首次 行管令恢复营业以来 也不曾爆发任何感染群 政府完全没有理由 要他们继续关闭 希望政府可以正视 理发业们的窘境 交赖中区警方普通行动部队 自今年初到6月 一共展开了111次的搜捕 逮捕649人 起货4389万令吉的 违法及逃税物品 交赖中区警方普通行动部队 指挥官 罗哈玛阿杜哈林指出 诺王的嫌犯 当中包括122名本地籍男子 3名本地女子 以及521名外籍人士 他透露 外籍嫌犯分别来自印尼 孟加拉 缅甸 以及斯里兰卡 当中包括323名男性 188名女性 和10名孩童 20.6 juta 20.6 juta 200.000 40.000 40.000 1.4 juta 他补充 当局援引 1963年移民局法令 1967年关税局法令 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2007年反人口败卖法令 2010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 1957年爆炸物法令 1952年毒药法令 以及1971年军活法令 对有关的案件进行调查 恒恒马兰县警方展开毒草行动 成功在当地各肯治区 侦破毒贩的巢穴 逮捕64人 马兰县警局主任 诺子安利指出 落网的嫌犯 大多数是远处工人 他补充 其中6名嫌犯 被起诉运毒罪 5名嫌犯 被起诉藏毒罪 其余的53名嫌犯的 罪名待定 警方已经援领 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加以调查 此外 所有嫌犯都抵触 2021年预防和控制 传染病法令 第17条 一款条文 五国今年的自杀案件 有所增加 警方敦促各造 关注疫情下的 心理健康问题 今年截至5月 已经录得468宗 自杀的案件 警方调查发现 自杀者是因为 经济压力 家庭压力 以及债务压力 而选择轻松 伍吉尔曼刑事 罪案调查部主任 德德西阿迪扎列 包吻哥指出 我国去年全年 一共发生了 631宗自杀的案件 但是今年截至5月为止 全国就发生了 468宗自杀的案件 平均每天有两个人自杀 与去年相比 有显著增加的趋势 他说 根据警方数据显示 从2019年截至今年5月份 有1427名女性 和281名男性自杀 她们年龄介于15到40岁 其中15到18岁的死者 占了大多数 达到872人 19到40岁的死者 则报了668人 疫情期间 各家大众都面临着 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 严重的话 危及性命 本台记者采访了 卫生部的心理咨询 热线工作人员 以便了解国人的心理状态 来看报道 春年3月25日 卫生部設立了心理咨询热线 未有需要的人们 提供援助 心理辅导师 Aifa 服务了超过一年 这期间 她成为了 大众的亲属对象 协助他们排解 心理压力 emerges 于是 心理辅导师移持着奉献的精神 用不严重的倾听来电民众的心事 之后他们必须跟进这些来电的个案 了解对方的进展 提供更多的后续支援 这一四十五年才我打电话 那是明天 有个人已经在一周 有个人觉得有电话 就没回来 有个人觉得我们已经回来 有个人在社交媒体 我们可以帮助 那是不得不得 因为他不得不得不得了 埃法指出 截至6月18日 当局今年接听了 将近12万3千通来电 当中有89%的电话与失业失去依靠以及家庭纠纷有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 尼泊尔迎接全国水稻日 代表着水稻种植季节的开始 民众在田里滚泥巴 全身沾满泥泥的方式 预祝丰收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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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